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继续来给大家讲解一些TypeScript的高级内容 我们来讲Unitype和TypeGuard 也就是联合类型和类型保护 那我在编辑器里创建了一个叫做demo.ts的文件 这节课通过这样的一个文件 基本上就能给大家讲解清楚我们这块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举一个bird和dog的例子 那在我的代码里面我去定义两个interface interface bird 一个bird呢它里面会有fly这样的一个boer类型 表明它是否会飞 同样还会有一个thing这样的方法 表示它可以唱歌对吧 小鸟应该可以唱歌 同样呢我们再去定义一个dog这样的接口 dog呢也有一个fly这样的boer类型 显然它的fly值后面肯定应该是false 同时呢它有一个bark方法 OK 然后我去写一个函数 叫做treen animal训练动物 我们可以训练的动物 我这里填一下也就是这个参数 它既可以是一个bird 又可以是一个dog 那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就可以用联合类型 这里就用我们之前讲的这个who 语句 那它代表的就是一个联合类型 指的就是animal这个变量既可以是一个bird 又可以是一个dog 好假设我用了联合类型之后 大家来看 当我输入animal这个变量的时候 它后面点的时候会提示出fly这样的一个属性 但它并不会提示出sing和bark这样的属性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animal它是一个联合类型 而联合类型去取这个属性的时候 只会取几个类型 它共有的一些属性或者方法 fly这个方法是两个类型 bird和dog共有的属性 所以它会提示出来 而sing方法和bark方法 它只是bird自己独有的一个方法 或者dog自己独有的一个方法 那独有的方法 经过这种unitaph联合类型的组合之后 这些属性和方法它是不会进行语法提示的 其实不做语法提示也是很正确的 因为这里如果直接调animal.sing 大家看它就会提示一个错误 为什么会爆错 因为你没法保证sing这个方法在animal这个变量上一定存在 如果你是一个bird 那它有sing 那假设你传的是一个dog进来的话 那sing不存在 当然这个type script就会给你一个错误的提示 那为了避免这种错误语法的提示 或者说让我们的代码逻辑更严谨 把这些错误纠正掉 我们就需要类型保护的一个机制 其实类型保护有很多实现的方法 我们简单来给大家讲几种 第一种我们可以通过类型断言的方式 去解决我们这种可能潜在存在的错误 什么叫类型断言呢 我可以这样去写 if bird或者说if animal.fly 也就是如果animal的fly是一个true的类型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时候animal一定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定是一个bird的类型 那是不是就可以掉用这个sing方法 但假设我这么去掉 你发现它还会报错 因为你自己的逻辑里知道 如果一个动物会飞 它就是个小鸟 但是type script它可不知道有fly这个属性 这个动物就是一个bird的类型 那怎么可以解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断言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animal as bird 好 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知道animal加fly它的直视处 就说明它一定是一个bird的类型 那么我这块就通过一个断言的方式 告诉你animal就是bird 我比type script你还要清楚我的代码 所以呢 我直接告诉你是bird 那么如果animal现在你强制告诉它 就是个bird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掉用bird的点sing方法了 否则的话 那我就animal.bark 当然它也会报错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样的 as dog 这里边写一个else animal as dog .bark 那这就是一种类型保护 也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断言的方式 和自身对逻辑的理解 去确保代码能够不再提错 或者说能够去规避掉type script 提示给我们的这种潜在错误存在的一个提示 这就叫做一个类型保护 那我们这种方式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去做类型保护的呢 是通过叫做类型断言的方式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当然是有的 我们还可以这么去写 一样的我们写一个train animal second OK 我们换一种写法 我们去写 if seen in the animal 然后我们调 animal.seen OK你看 他也不报错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判断 animal里面有seen这个方法 那我再去调seen这个方法 type script也能理解你的这个代码的意思 他也会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那么你都说了 animal里面有seen 那我当然就可以允许你去调seen这个方法了 他也不再报错了 也做了一个类型保护 否则 else 大家看animal.buck 我想啊 有的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这块 当你做了这种typeguard的类型保护之后 直接这里面就可以调animal.buck了呢 你看animal.buck 实际上是有提示的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因为type script 它语法检测上面会知道 如果seen在animal里面 就说明 else里面一定没有seen 那你传的类型 只有bird或者dog类型 如果没有seen的类型 一定就是dog类型 那他就会自动推断出 你这个animal在这里会有buck这样的一个方法 他就会提示出来 所以type script加上这种类型保护的机制 实际上它还是非常智能的 这块我就写一下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叫做int语法 来做类型保护 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保护机制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给大家来讲 我第一个方法 上面这块东西 我先注视点 或者说放在这就可以了 大家往下来看 或者function add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里面接触两个参数 叫做first和second 它的类型呢 可以是string类型 或者number类型 second呢 也是string类型 或者是number类型 然后我return first 加上second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他就会提示错误了 说如果你是string类型 那么可能你用加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语法 比如这个时候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number类型的话 大家来看 我把这个unit 也就是联合类型干掉 只让它是一个number的话 它就不会提任何的问题 但主要是string类型的话 它就会提示我们 这样的一个可能存在的潜在的问题 或者说语法上不规范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依然可以用类型保护的方式 这里我可以这么写 if tap off first 等于等于等于string 或者tap off second 等于等于等于string 也就是传入的参数里面 只要有一个是string类型 那么我就用 这种字不串模板的形式做拼接 做字不串的拼接 否则的话 我再通过这种数字计算的形式 把两个数求和反复回去 这样的话你看 之前报的这种语法上的触物题式 也消失了 所以这种类型保护的方式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使用的是tap off 语法来做类型保护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再写一个方法 叫做add 我们可以写一个second 这个方法呢 它会接受的类型 就不是这种string或者number类型了 而是 我上面定一种类型 叫做interface 叫count 或者叫number object obg 当然这块呢 我叫interface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必须定一个class 后面呢 我写一个 这个class里面 必须得有一个叫做count 这样的number类型的属性 当然它是一个public的 对吧 没写就是public 好 first这个东西呢 既有可能是一个obg object的类型 就是说 你可以传一个任意的object进来 也可以传一个number object进来 也就是number object 也就是它里面含count 这样的一个属性 或者其他别的object也能传进来 后面呢 second的也是一样的 我有这样一个需求啊 我想 如果你是number object的时候 那么我就返回两个 number object里面 count的值 相加的结果出去 否则的话 我就返回零 那有同学可能直接会这么写 return叫first.count 加上second.count 行不行 肯定不行 因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它是number object 当然里面会有count这个属性 假设它是其他普通的object 你没法保证count的存在 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报错 我们依然用类型保护的方式 怎么保护它呢 我们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if first instance of number object and end second instance of number object 那么我 return first.count 加上 second.count 否则我就return一个零 ok 那这块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语法 我们又做了一个类型的保护 让代码不再去提示错误了 保证逻辑的严谨性 ok 那这样的一个语法 我们叫做用 instance of 语法来做 类型保护 ok 那记得 如果你用instance of 这种语法来做类型保护的时候 这个对象 我说你对这个数据结构的定义 不要使用interface来定义 使用一个类来定义才可以 因为只有类才具备instance of 这样的一个 可以被这个操作符 掉用的默认的这种行为 否则如果是interface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的first instance of number object就会报错 因为interface 我这写错了 interface 这个东西它是不能用instance of 操作符掉用的 而只有class才可以被这个操作符 所使用 ok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大概给大家讲了 四种去做类型保护的方法 一种是断言的形式 一种是in的语法 一种是type of的语法 当然还有instance of的语法 但其实啊 这种类型保护的方式 大家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的一些方法 那大家记得 这其实不管是你怎么去做 其实都是在做类型保护 把类型保护的这个概念 大概的理解清楚就可以了 同时还有大家去理解的东西就是 这种unitab 联合类型 联合类型就是用这种 或运算符 结合的两个类型把它放到一起去 这就叫做一个联合类型 那联合类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去调用animal.sin的方法 它会报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解决联合类型里面的问题 我们用什么去解决啊 用这种类型保护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四种类型保护的方式 那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大家加油